仲裁结果将对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下一步中方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这些问题都做出了回应 陆康重申 南海仲裁庭做出的一切裁决都是无效 我想说呢 这个仲裁庭所谓的仲裁庭 它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了菲律宾违法行为和非法诉求的基础之上 那么它的存在呢 就不具备合法性 它所做出的一切裁决都是徒劳的 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你刚才讲到了影响 如果说要有什么影响呢 我是觉得它对本地区 如果说因为这个裁决 造成了本地区有关相关方之间的矛盾被激化 紧张被升级 那么它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显然是不符合本地区国家共同利益的 如果说它对中方有什么影响 我看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东西会对中方的既定政策有什么影响 无论有没有这么个东西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这个行为 这个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中方坚持按照东盟国家提出来的通过双轨思路 一方面跟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直接对话来解决有关争议问题 另一方面呢 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个双轨思路 中方继续坚持这个政策也不会改变的 第三个呢 我想讲 不管有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有任何方敢采取挑衅行为 挑战中方的利益 那么中方采取坚决的应对行为行动也是不会变的